我也都跟他講 賠償費用是多少我都可以賠 沒有問題 那個我可以賠 我沒有討價還價 從頭到尾都沒有討價還價 我願意賠償去配合的地方 我住了有四五年之久 他一定都會有使用痕跡 流氓遭房東扣 無狂不佳 開直播反擊 二度哽咽 完全很有感感受到 自己正處在一個 氣韻很低迷的狀態 誰能動 我最懂 五月才被爆料 遭控修圖 修過頭的仙姑系YouTuber流氓 現在又翻車了 遭房東指控 退租屋況不佳 這一張張線洞 也隨即被粉專 每到每朋友轉發 給發文狠批 好想知道流氓當初租屋 押金是一百萬嗎 怎麼可以退租點 交石弄壞電視 衣櫃 百頁窗 換沙發 地板一層灰 含年三枚口香糖 與打翻枚清飲料一體 冰箱留意和潔霜 拿不出來的東西 一塊帶不走的地毯 全部都從押金扣 地上那一灘綠綠的東西 是洗衣巾乾掉的痕跡 它所謂的口香糖 在地上黑黑的 那不是口香糖 那個是我固定地毯的 那個龜土 就是黏在四角的那個龜土 就是有黑黑的痕跡 電視機毀損 確實是 我在搬家的過程當中 我的家人在搬運那個 原本的電視 它就是掉到地上 不願意招架賠償 只是搬個家提前退租 卻遭房東發文供損 還因此被延上 流氓這下也忍不住 25號下午 選擇開直播正面對決 搬家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房子的避癌 非常的嚴重 這個房子 從入室的前陽台 然後到客廳的天花板 然後到浴室淋浴間 跟洗手間的天花板 它都有非常嚴重的避癌的問題 就自己的實用感跟風水都不太好 所以我就覺得 那儘管很喜歡這個房子 但這個問題沒有解決的話 那我們就不再繼續 承租這個房子 我很遺憾到最後 就是跟房東是這樣子的結果 然後就不用擔心 我也不會生意 然後我也希望你有問題的話 你直接跟我說 你後續也都聯絡的到我 因為押金的6萬塊 也都還在你的那邊 然後針對務實的、惡意的、跟造謠的揣測 我全部都保留下來 馬桶也是 我是找人在搬家之前 裝了一個全新的馬桶蓋上去還給他的 也是我自己個人很在意的清潔空間 我不知道它所謂的尿垢、食垢的這些東西 是什麼樣子的情況下去指控的 搬家的過程當中 就是會產生灰塵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粉塵 跟平常你可能打掃 沒有打掃到的地方 所以在走之前呢 我們都拿掃把跟吸塵器去洗地板 把地板做就是很乾淨的還原 我們就都沒有留下垃圾 但是現場房東他就有跟我說 地上很髒 他會再找人 他需要再找人家來清潔 我說沒有問題 他找清潔公司的所有費用 我都願意負擔 將近20分鐘的直播 流氓熱度哽咽 強人眼淚 而遭網友質疑 在撐熱度的房東也有話要說 租給他房子的這三年裡 有很多次被他的髒亂 嚇到很多毛球 灰塵、頭髮等等 哇沒想到戲劇片段 和現實生活也好類似喔 我也都跟他講 賠償費用是多少 我都可以賠 沒有問題 那個我可以賠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 你在看怎麼樣折價給我 沒有 他只要他提出的問題 我都願意全額賠償給他 這些都可以從押金去扣 我沒有討價還價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討價還價 我願意賠償 不配合的地方 我住了有四五年之久 他一定都會有使用痕跡 只是小編很想問6萬元押金 可以賠這麼多東西嗎 的jせ 是 與上 改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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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don 改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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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